但小学那时候一个班级里有四五十个学生 小孩子特别多的一个时代 当然了老师也特别认真 所以也学得挺努力的 然后到中学就开始分什么区重点啊 市重点啊市重点 静安区就是有两所市重点 就一个是实习中学一个玉彩中学 对我就在玉彩中学 那个时候高考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你这么说让人很生气的 像你这样的智商 任何时候高考的压力 其实都不是很大 没有人能够打保票考去什么学校 但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 那个时候是搞教育改革的 就是在初中的时候 它允许你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然后上课布置完作业 在放学之前 就二十分钟基本上就能做完 回家就可以不做作业 那个时候还是蛮特别 然后我就是参加一些兴趣教组 那时候可能中国少年宫里有一些个人电脑 是人捐过来的 然后我们就参加兴趣 后来就直接去少年班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学习经历 对 你是那个极少见的 是哪个学校少年班 就复旦大学 那个时代 你得这个编程这个冠军的时候 是哪一年 是1982、83年 对啊 1982、83年 大部分人都没见过电脑 对 你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那时候叫VG是吧 第一次接触到 VG还是一种计算器型的 可编程的东西 可以编一些简单的 Basic语言什么东西 可以编一些小程序 老是要你算一加到一百的 你当然可以用公式算 但如果你手加的话 那计算器编个小程序 就立刻就加出来 这个就从那开始 然后就觉得特别的神奇 我将来要做这个计算器的科学家 那时候已经有人工智能了 就是计算器的国际想器 可以跟大师PK一下 那个时候就觉得将来 肯定是人工智能时代 老师就挑一数学比较好的学生 就参加那时候的 这个双年功的一些活动 那个时候老师用计算器 教我们高中甚至大学的那种 教我们用计算器编程 来解决一些方程啊什么的 那时候已经用什么 Fortune七七语言 对 这些微机上基本上是用basic 我88年读清华电子系的时候 我们叫上机嘛 去那个机房上机 那小型机比这屋子还大 然后上微机 那就已经是特别好的学生 才能去上微机 而且还要脱鞋 嗯 是的 我记得大冬天 人把我鞋偷走了 脱了一看鞋没了 然后机房里有空调 家里面还没空调 对对对 鞋偷走了 还得让同学背回去 对对 然后背着我 背回到宿舍去 嗯 我大概在1984年 第一次见到有微机 那个叫Commodore 对对对 我还记得84年 罗伦坚奥运会 那个继分牌 也是Commodore 但是我还说 电视上看到的时候 我认识这个牌子 哈哈哈哈 这是个危机 上海比北京 有点优势 它比较集中 密度比较高 就我们其实当时 很多活动都是跨区域去做的 我上学也骑自行车 可能15分钟从那头到那头 参加各种活动 然后再回去 我们下定期找到 所有口偏机 就能够活动